这菜的心思啊 都是你主的 可是啊 他嘴上从来不肯说 是奴婢多嘴了 我们主是个实心人 惦记着皇上的心存在那儿 说不出来 要是奴婢也不说的话 只怕我们主的痴心 更是没人知道了 你也算是会说话之人了 没想到你底下的丫头 一个塞一个机灵 真记得 阿若跟了你好几年了 阿若是臣妾的陪嫁 仗着伺候臣妾多年 这话就不好好地 在舌头底下蹲着了 没事 平常说话就有闹闹的 开心一点 朕也挺喜欢的 既然皇上抬举你 你就留下来不才伺候了 是 这原本啊 朕不想说前朝的事情 可看到这偶啊 朕的心里又开心了 这江南连年水灾 百姓颠沛流离 一直是朝廷的心头大患 先帝年年想治水 也剥了银两 去铸造堤坝 可这堤坝软得像豆腐一样 怎么也挡不住洪水 江南风光虽好 也挡不住夏天的大水 但今年呢 怀银支县管修堤坝 建得好 防住了洪水 百姓安乐 是把朝廷派下去的银子 都用上了 怀银啊 年年都有水灾 这个支县既能管世 又能治水 朕呢 该好好嘉奖它 能替皇上分忧 当然得好好嘉奖 这个支县叫什么 所抽龙贵夺 香红旗出身 朕想着他 要是能实实在在地治水 也是个有用的人才 朕可以奉他为支付 奴婢谢皇上隆恩 贵夺是阿弱的阿玛 这么巧啊 朕夸了半天 原来女儿在这儿啊 好 先起来 谢皇上 阿弱 你阿玛在外头替朕尽心 你呢 在后宫好好伺候着 自己啊 也能熬出个眉目来的 那皇上的意思 是会替阿弱许一个好人家 那臣妾替阿弱谢过皇上 阿弱有没有这个造化 还得看他自己 奴婢 奴婢一定尽心伺候 索欣 虽然我和你都是伺候主的宫女 但我是主的陪嫁 我阿玛又得皇上夸奖 从今往后啊 我与你便更是不同了 知道这样大的喜事 恭喜姐姐了 这杏花粉就是好 铺在脸上可养人了 是我阿玛特意从外头烧给我的 出了一身的汗 你去打水来给我擦身子吧 还有拿艾草好好熏熏 可别让蚊子咬着我 是 剑坯子 活该伺候人 宫女的衣裳真是肃静 越看越寒酸 偏连鞋子上也不让绣花 宫女姐姐 你新做的衣裳已经到了 好看得很呢 我已经给你放在你的衣柜里了 是吗 嗯 索欣 好看吗 好看 很衬姐姐的肤色呢 是吗 那我就将就穿这件吧 那姐姐抓紧穿戴 我去服侍主齐身了 去吧 朕还记得 在前邸的时候 你经常替枕梳头发 嗯 你这必发的是什么水啊 好像不是平常用的 雨夜刨花水啊 这种花水啊 是配了乌鲸肥子 皂角 几位中药 再加上梅花里的血水 配以茉莉 枝子调香 常常用这种水疏头 会使头发乌黑健忘 这人们都说啊 白头到老 这要是经常用你这 花水疏头 那岂不是咱们要 黑头到老了 不许白头 皇上 你惯会笑话臣妾的 是吗 岁月虽长 但慢慢携手同行 总会有白发齐眉 香携到老的时候 来日不知何许长 到时候臣妾鸡皮鹤发 皇上都不愿意看这些了 等到你鸡皮鹤发 朕也鸡皮鹤发了 这才叫做真正的相看两不厌呢 只要皇上愿意 臣妾愿意陪皇上一直走下去 多久多远都一直走下去 皇上快起驾吧 别晚了 索欣 阿若怎么还没来赵燕 奴婢去催催 阿若姐姐 阿若姐姐主教你呢 就好了 催什么 够好看了 不思寻常宫女 反倒像一位格格呢 这样才合我的身份 皇上起驾 阿若姐姐快一点吧 儿臣给皇阿玛请安 好 来 皇阿玛带你去尚书房 顺便问问你师父 你功课如何 没常在有喜了 朕打算封她为贵人 不过 朕跟盼着你男孩女孩 朕都喜欢 臣妾恭送皇上 主 您喝茶 主 您这么看着奴婢 是怎么了 看你穿粉点萃的 哪像个宫女 奴婢是为主高兴 所以打扮得鲜亮些 你是为我高兴 还是你知道 你阿玛丽宫为自己高兴 你是严玺宫最有身份的宫女 彰显身份也不靠仪式 再说皇后娘娘不喜奢华 尤其宫女打扮出个必定手法 除了真月和万寿节 宫女不许穿满绣的衣裳 你这一身要是让旁人看见了 必要挨竹板子 打竹板子 那是要把裤子推下来的 让人看见奴婢 臊也得臊死 知道厉害还如此放肆 主 奴婢只是高兴 没想那么多 主 奴婢知道错了 脱了去吧 除了年结不许再穿 是 奴婢这就去换 阿若现在有些家事越发轻狂了 你跟他住在一起也多提点了点 也是啦 他这个性子 我的话都未必全听 何况你的 哈哈 Abu 虎色 鲁青 你说实话 我刚才穿那件衣服 是不是很好看 好看是好看 只是 只是主觉得我太好看 怕我抢了他的风头 刚才皇上多看了我两眼 没想到主就嫌我哀眼了 姐姐误会主了 主也是谨慎 万一被别人抓到了把柄 难为姐姐可怎么办呢 姐姐别哭了 快把衣服换上吧 穿就穿 左心 姐姐赶紧把衣服穿上 然后赶紧去服侍主吧 我先走了